大家都相当关心台米台风的最新动态 而详细的气象时间我们交给静怡 好 首先我们从卫星云图带你来掌握 这今年的第三号台风叫做凯米 好 目前它最新的位置呢 仍然距离这个俄网比东南方 还有780公里的海面上 而且它走的速度相当的慢 每小时呢不到5公里 大概就4公里左右 所以相当慢 那么往北北溪的方向去做移动 不过我们还是要注意呢 预估啊在下周这个2到下周5 都会是这个凯米台风要来影响台湾的一个时刻 因接下来我们从这个路径浅识预报图 就带你来掌握 目前呢它距离刚刚提到了 俄网比东南方780公里的海面上 它的方向呢是朝着北北溪 那么每小时的时速呢是每小时4公里 预估要到了明天也是周一的晚上呢 它才会再接近巴士海峡的位置 那么到了周二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进入到台湾东南方的海域 那么预估到了周三 周四 周五 则是会逐步要接近台湾北部的海面 所以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从周二的晚间开始 一路到星期五的这段时刻 就会是整个凯米台风 那么最接近台湾的时刻 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台的工作了 而接下来我们从整体的降雨趋势 就要带大家掌握雨会怎么下 从周二开始呢 会首先受到这个凯米台风 外围还流的影响 那么一路呢就会影响到周五 从周二到周五都要留意呢 凯米台风所带来的外围还流影响 而周二的风场吹的是东风 所以在周二的这一天 还要留意的就是在北部 还有宜兰花莲整天就开始 会有一些比较间歇性的降雨 但是在周二的这一天 在中南部要留意呢 主要还是午后雷震雨的 天气形态为主 不过到了周三周四的这两天 就要特别留意了 随着这个台风呢 从台湾东方海域要逐渐 进入到台湾的北部海域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就会是凯米台风 影响台湾风雨最明显的时刻 就是周三和周四的这两天 受到台风的环流影响 届时整个西半部地区 还有宜兰就会是首当其冲 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小心了 而到了周五的时候呢 台风呢会走到台湾 北部海面的这个位置 到时候的降雨热区 就会有点改变了 会变成在中南部 会是整个的降雨热区 但是还是要不厌其烦地提醒大家 就会从周二开始 就会是整个海米台风 开始影响到台湾的时刻 那么会一路影响到周五 大家最好趁着这几天的时间 做好防台工作了 谢谢大家